嗨大家好我是黄家兰 今天我们会来一个非常进阶非常高级 但是是从新手到高手都能用的一个滑行细节提高技巧 会提升你整体滑行的稳定性 让你滑起来整个滑行稳如泰山 什么难度什么雪况什么坡都难不着你 好吧 其实就是一个膝部牛仔站姿 就是把我们的膝盖不只是顺着固定器打开这么简单了 是稍微给点力气这样给它打开了 打开了之后你会感觉你的大腿跟你的后边背部跟臀部接咬的肌肉群 这个地方你是使劲的 才对我是用前刃来做示范 但我们前后刃都得做的 我们不要再加势 下次你上雪的时候我为了示范的方便 所以我穿一个脚 大家穿上两个脚 站在雪上 特别是前刃的 站在雪上试试看 就这样站直了 往下跪 来感受一下这个刃 碰雪了多长 有多少的有效的刃 碰到雪上了 扎到雪里了 来感受一下 就这样正常像站在地上一样 这样去跪一下 然后再试一下做我们像膝部牛仔站姿一样 膝盖顺着固定器角度打开 这个地方大腿这个肌肉 还有我们的背部跟臀部这个肌肉的交汇的这个肌肉 感觉是有一个绷紧的感觉的 这个情况下有点使劲打开我们这个地方的感觉 然后试一下往下跪 看能感受多少的我们的前刃扎到雪里了 完全感觉是不一样的 你会感觉到更长的有效边刃 你会对我们的板子有一个更直观的一个脚上的一个感觉 所谓的脚上有根就是这种感觉 那好 这边又可以延伸到下一个话题 就是说无数的学友问过我 说到底我站多宽敞合适 没有合适 只有个人喜好 但是如果我们给个其实点的话 仔细看这边我们做个小实验的各位 我把两个脚站得很近 然后我去做我们的膝部牛仔站姿 你看我俩膝盖都跑到我脚外边了 我站也站不稳 特别奇怪 对不对 而且好使劲吗 站都站不稳 太奇怪了 而且不好使劲 对吧 所以最好就是我们的脚 刚好在我们做cowboy knees 膝部牛仔站姿的时候 我们的膝盖连下去 刚好我们的脚掌是在我们膝盖的外边一点点 甚至在下边这个地方 我们这个力气才能通过我们的人 全身的力气传输到膝盖 往下跪的力气再传输到脚上 再踩到板上 这样力气传输才最有用 而且人也最稳当 对吧 大家是上雪 一试就知道什么感觉了 而且就知道原来所谓的站姿载 会不稳 站的宽 会稳 是这个感觉 是说的是这个意思 好吧 接下来我们会穿上鞋 再滑给大家看这是一个25度的蓝道 今天可能都没有25度这边不算太多 但雪非常烂 乱七八糟的雪泥 冰沙 然后底下是硬的一层冰 所以是也有包也有雪包 是非常糟糕的一个雪框 但是这个西部牛仔站姿 这个地方它就可以发挥很大很大的作用 好吗 我们先穿鞋 现在我们穿好鞋子了 摄影师刚好在我侧面的时候 大家看得比较清楚 现在是我整个人站着 站着不做西部牛仔站姿的前任的站姿 是这个 看到我只要把膝盖做西部牛仔站姿 膝盖打开 看到吗 我整个人会叫降了一点 看到吗 就是降着一点点 就是所谓的正确的降重心的方法了 不是蹲 跟蹲一毛线关系都没有 不要蹲 蹲了你原来好的平衡都被破坏了 应该是膝盖这样下 看到吗 看到我这个前任立的多有劲儿吗 看到吗 膝盖打开 Top boy knees 西部牛仔一样的站姿 对吧 然后后阵 打开膝盖 但我们不是从楼到尾差的膝盖滑 只是说我们的基础站姿的时候 膝盖顺着固定器角度打开 然后去从这个点开始去给板子打方向 看得到吗 西部牛仔 西部牛仔 大家看到 这地上其实看我雪板就知道挺天的 但我这样一压下去 我的压力压到了更长的有效边韧上 而且我这样打开膝盖的时候 我的板子能更好的把它压下去 贴着雪把这个板刃 而且你对板刃的控制能力会不一样了 你会得到更多的反馈 因为你雪就把它压下去了 它下面是松的还是紧的 你一下就能知道 你甚至都会觉得 哎呀原来156的板子 你可能划得挺长的 你一旦做到这个之后 特别前任的时候 特别明显 我是做西部牛仔站姿的 站得特别稳对不对 不做的话是这样的 我划两个看看 这样你会感觉板子特别长 特别不好转 而且你一旦有什么东西就 特别的晃 特别的晃 对吧 就当然了我有点夸张成分了 但是就真的我整个人会没有安全感 而且真的非常的晃 因为真的没有 no control 你直接对雪板是没有控制 没有一个直接控制的 但我们一旦使劲 哎做好这个西部牛仔 转过来压 看到吗 不是说 不是说蹲下去的 不是说蹲下去的 我都没看路 不是说蹲下去的 是我们膝盖打开 顺带着我们全身 降下去了 整个重心下盘下去了 这样压的雪面 就什么雪我们都不怕了 看到吗 这样打开滑的话 晒烂的雪也不怕 对吧 当然了 这是有个度的 我们天心手的朋友 也要注意膝盖顺着固定器角度打开 对吧 这样一个非常小的幅度 这边很平很平 非常小的幅度 就能让我们的滑行稳定性提升不少 对吧 更进阶的朋友 待会有更陡的地方 进阶的朋友 就要把膝盖更加的打开 压住 把力气放下去 对吧 大家看到吗 我这个下盘一直都是这样 使劲 把膝盖顺着固定器角度打开 压下去 这种感觉的 所谓的脚下有根 而且 不只是我们的 左波抽血回转 我们的carving 我们的刻滑 甚至是有一些要跳 要使劲 要用力的技巧 这个也非常重要 因为你脚下稳了 你才能使得上劲 才能站得稳 对不对 那好 那我们再做一点点小示范 下面可能会比上面还要抖一点点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先从没有这个站姿 慢慢变成有这个站姿 现在是没有站直了滑雪 看到吗 站直了滑雪 我膝盖也不好动 对吧 没那么流畅 对吧 一旦下来了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一旦下来了 那就不一样了 看到吗 非常灵活会 因为我们这才是什么 我们这才是用脚在滑雪 而不是站直了在两边倒 对不对 这才是真正的用脚滑雪 脚下有根 好 那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 如果有更多问题的 可以报名我们的线上会员教学 然后我是平平无奇的黄佳兰 我做得到的 你也一定可以 加油哦 下次见